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除了論文爭議 還被曝兼職跟資策會的糾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之前資策會執行長卓正宏就曾在經濟委員會答詢時說過 高鴻安的辛辛納提大學博士論文經比對 引用資策會研究論文超過八成 資策會主張著作權 高鴻安要是不說明就要提起訴訟 眼看期限已經到了 難道高鴻安真的要被告了嗎 其實佐執行長當天在立法院講到這一段話的時候 我們的律師都已經回函了 所以我當時也特別跟大家說 我也不知道佐執行長是不是還沒有掌握到 律師事務所那邊的狀況 特別解釋不是不回是已經回了 但是目前為止我們也還沒有接到資策會這邊 在對於我們的律師回函有進一步的消息 原本是資策會等高鴻安現在角色對調 召喚高鴻安等資策會怎麼回應 而且他還提到資策會在Google評論上被洗到剩一心 執行長卓正宏也被爆出不少爭議 這些事情也請資策會自己出面說明 雙方你來我往的同時 高鴻安也提出新竹是0-6歲國家養政策 著眼育兒補助希望政治攻防之外 也能讓民眾看見他的用心 TVBS新聞陳世銘黃凱敬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